五年前的那场意外 是我穿越到大前 成为一方县令 可依非却仍不知所措 传说到摩天轮 能转到最高处的时候 许下的愿望都会实现啊 要是能实现的话 我希望 你胸再大一点 屁股再翘一点 说什么呢 闹什么还是闹什么 生气了 我错我错了 不闹了不闹了 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小心分开了 相信风哥 一定会找到 然后 抓住你 一飞 你到底在哪里 行了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优肥肠 快去洗手啊 你是谁 你睡傻了呀 我是你爸爸呀 陛下 你又做噩梦了 一定是你日理万机 太过操劳了 昨日 先帝托梦游我 说这龙泉县有大闲能者 或许能救我大前于水火之中 就算有闲能 又怎么会住在这种贫瘠之地呢 公子 龙泉县到了 卢加酒店开业啦 独立酒吧 开业啦 暗魔斯卡都有哦 这是何物啊 卢加酒店开业大愁宾喽 卢加酒店开业大愁宾喽 独立酒吧 KTV 暗魔斯卡都有喽 独立酒吧 暗魔斯卡一条龙 今日桌店有优惠 听买的彩票中奖了吗 中啥呀 一次就没中过 公子 草票不是合物啊 下棋篮球一定是实啊 敢不敢打赌 请问这是合物啊 这不自行车吗这不 仨 又去健身房健身呢 一天都停不了 好 加油啊 好 他手里拿的什么呀 两位看来是外地来的吧 刚才看到的新奇的东西 都是我们龙圈下的神 发明的 万能的神呐 神 这你都不知道啊 就是我们龙圈县的县令 赵峰赵大人呐 大人 孤大将 王岑氏状告常委 杀害王氏一家一师八口 小姐 小姐 公子 隐蔽来报 龙圈县发生十八口灭门惨案 至仙正风又夜审此案 什么 上堂 求大人未免你做主啊 大人 龙圈强占占了王夫人之后 又玷污了秦氏 轻动了王家人 常委就大开杀戒 害了王家满门 一师八口人呐 看来长镇山父子 勾结倭国私募府兵 这消息 绝非空穴来封 他们 常委 欠了武官 贵和贵 我乃昌宁水门提督之子 你敢让我贵吗 贵很大吗 也就为你打十八个奖 早说呀 你早说你是水门提督的儿子呀 这赵峰身为县令 竟在大厅广州之下 公然结党银丝 八级全贵 真是该死 这龙圈县已经浪到骨子里了 有如此的县力 百姓必然处于水深火热之处 我现在可以走吧 走 往哪儿走 我也是水门提督 官居正三匹 你一个小小的牛匹 这把官 你敢审我 你敢打我 身为提督之子 自当赎之大前行 你又不是秀才 你也不是什么有功名的人 在这朝堂之上 本官就是最大 大的就是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县令 你竟然有蒸蒸铁骨 终烈之臣的误会 不会 跪下 唐维 你可吃醉 大人 我是冤枉的 昨晚我喝醉了 什么都不知道 一睁眼就已经在这儿了 大人 他说谎 昨天晚上 千锋铁铁铁都看到了 你 我坐这儿 大人 昨晚常委手提一把西瓜刀 一路从王家大门 砍到后院呢 没错 吓得我们呀 都不敢出门 行 传人证 你 大人 大经的 昨天晚上 看见没有 大人 小人昨夜寻间 听到王家一片惨叫 我刚进入后院 就看见常委在打来胡 递着全走的尸铁 你胡说 小物证 干的那些事 都在 赶紧 这是隔膊 突然 朕都不知道 这是咱大人发明的 阴眼监控 可以进入真日画面 并且 请你容颜 行了行了 别吹了 一会儿 这常宁路口的监控 拍不拍得到王家后院 能 能送吧 得嘞 太过分了 这简直是没有人心啊 该死 这该死啊 真残忍啊 这简直就是自我呀 是啊 太吓人了 是啊 并过分了 太过分了 这世上 均有如此神奇之物 这赵峰 似乎并不简单 常委 人正物正趣才 还有什么狡辩呢 大人 这黑乎乎的 什么也看不清 里面杀人的那个 肯定不是我呀 哈哈哈哈 哈哈 一虎 哎 上 好 正是在常委床 你 常委 没话说了吧 我杀了你 哎 啊 啊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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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 抓住他 啊 送死 哎呦 哎呦 大小啊 你这真 啊 我终于找到你了 亦菲 大胆 哎哎大人 来什么 一群小崽子 亦菲 干嘛 不认识我了 我赵峰啊 赵大人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你口中的亦菲 而且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 见面 不可能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呢 不行 我得试探一下 看什么看 难道是我弄错了 管他呢 先把他留住再说 赵大人 当我知己一事查明案情 将犯人绳之以法 还百姓一个公道 哦 对对对 我这次给忘了 你 你 犯人常委 经本官严格审查 涉嫌故意杀人罪 承奸罪 恕罪并罚 我以死刑 择日文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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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得好 好 太好了 将犯人常委 押入死牢 放开我 我爹是水门极度 你敢这么对我 崩板他 我不会招呼你的 崔堂 唯 非物 多谢大人 赵大人 我有一事想问 不知赵大人此神物 是从何而来 公子呀 你一看就是第一次来我们龙泉县吧 我们家大人可厉害了 他经常做出这些稀奇古怪的新鲜玩意儿啊 这样嘛 你们呢 也别着急走 留在咱们龙泉县玩个一天 明日 我必当带你们见解 这龙泉县的乡土人情 我正有此意 大人 传单应好了 哎 正好 我们明天妙音方开业 可以来看看 我们妙音方乃是龙泉县的CBD 即吃喝玩乐泡草为题 哼 我保证给你们安排的那是 数十分如此 我明明不明白 是不是依非 明未走不见分枪 牛皮吹这么大 到时候可别打 我 谁说我们去没有吹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不过去之前 就别这么一般难装了 一点都不像个男人 你早就发现了 行了 天色已晚了 咱们明儿个八点 不见不散 闹音方 就这儿了 咱进去吧 欢迎光临 里边请啊 欢迎光临 两位女士 来 里面请 这位男士 请交钱 交钱 为什么他们可以进去 我就要交钱呢 这是我们县令大人的规矩 县令大人说了 这是按照市场供需关系 定的价 市场供需关系 这赵峰真是有趣 小姐 我走哪边啊 你自己选了 我和小姐 先进去了 你们 你们 该省省 该滑滑 我走这边 这位客官 您这 不符合规矩吧 规矩 我的规矩 就是规矩 赵峰 这 这都是些什么呀 这叫火锅 只需要把水烧开了 把这些食材往里面一放 再加上我的秘制调料 我保证 给你们吃过的任何美食 这都好吃 信口开河 我们小姐什么东西没吃过 就会吹牛 好 好 啊 鸡爪 脑花 鸭血 毛肚 还有这个 哦 一飞 这可是你的最爱 大胆 大胆 竟敢拿这些下水给我们家小姐吃 你可知我们家小姐是什么身份吗 就是 这种肮脏龌龊之物 根本就不能吃 谁说不能吃了 怎么就不能吃了 我现在是吃给你们看 啊 你 255 献 1 2 2 0 1 3 他这样子不像是艳难 就这么煮一煮 这真能吃啊 小姐 要不我们也试试 不吃 我绝不吃 我唐安年就算饿死在外面 死在外面 我都绝对不会吃这种东西的 真行 好撑啊 太好吃了 赵大人所言确实不假 这火锅呀 撑得上胜过一切人间真行 小姐 这火锅好吃是好吃 可是 这身上的味道也太大了吧 好了 下一个项目 我保证你们身上 香香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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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在哪 我 你坐在哪 我 我 你坐在哪 另外呢就是我妙音方按摩手法最好的句实啦 我是春花 我是夏花 我是秋花 哎 先忘口 诗问 自行挑选吧 我选夏花姐姐 夏花很荣幸为您服务 这边请 我也选了 我选 忘口很荣幸为您服务 哈哈哈 行了剩下的都下去吧 啊啊我还没选呢 嗯 春花 愿意为您服务 啊儿子 快快快坐 快去给我找最好的老公快 儿子你怎么样不要紧吗 姐 没事 杀了那个王 快快 难解我心头之恨 说 狗官在哪儿 你就是弄死 老子也不会被拜照的 爷爷就撑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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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人 我知道那狗官在哪儿呢 你离 处置逼死 啊 本官 必将这小小的之前 错骨扬灰 嗯 嗯 啊赵峰 嗯 你真的会按摩吗 当然了 整个妙音坊所有的按摩石都是我手把手交出来的 嗯 啊 啊 啊 好痛啊 赵峰 这就是你所说的重头戏吗 啊 误会 你听错了 不用担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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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口中的技师 就是做出如此下流肮脏之事的吗 嗯 你身为县令 开设青楼 又做出如此有为伦常之事 我看你的脑袋是不想要了 你听我 你休要再与我脚边 我本以为你是至事能缠 没想到 还是一个只会搜刮明知明高的大摊 都说了 我们这是正经按摩 冬花竭力为您服务 你选择 你选择 是魂绿色健康环保 请 是不是依菲 马上就知道了 舒服 不对啊 为什么不怕痒了 再试试 嗯 轻点 倒真的不是你吗 老公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组散了怎么办 打电话 那要是没电话呢 发邮件 没网呢 发小情报 什么情报 爱情小情报 别挠我 没有脑文我怕咬 不行 像我如此相近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小姐 夏娃姐姐那好舒服啊 一点都不疲惫了 哈哈哈 确实不错 不疼 追尽 不是 不是 我 即使 啊 如果 你 ırd 你看 我 有 对 人和太阳参见 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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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是这人一样 若是想把这种 动画很遭丧真心 我爱此出马争天 小姐这地儿真美啊 你上岳都会上的还好看 照方左言非虚 这妙音方确实是夜的古董 小姐 赵峰呢 刚刚不是还跟我们在一起的吗 好 接下来有请我们龙泉线 最牛的神赵大人闪亮登场 好 赵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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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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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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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亲人友人们啊 今天尽情享受狂欢 把你们的上手给我举起来 天上课 啊哈哈哈 哇 啊 哇 哎 哈哈哈哈 好熱鬧啊啊 可惜了 今天晚上 你們都要死在這裡 找逢小兒何在 出來看什麼計劃 老大的口氣啊 你就是那個嘴唐啤嘟 藏正山是吧 大膽你一個小小的知性 也敢知乎我父親 按照大秦律法 可是要掌嘴的 這大權律法 我跟你講要是搶律法 你們現在一個個都是死人了 不過話說回來 你的老王八挺有本事的啊 現得雲 而且 還真把這小王八給救出來了 不行 他罵我了 我聽到了 不用你說 哈哈哈哈 死到臨頭了 還成口舌之快啊 眾傷我兒 又在眾人面前辱罵本官 本官命令 馬上給我跪上 何都認錯 本官可以大發慈悲 留你一個權勢 否則 今天在座的所有人 哈哈哈哈哈哈 給你們 常委藐視律法 草仙人命 虧了一起思雨 殘忍謀害王家一十八口氣 我還要吃這個豹 哈哈哈哈 你個小小的芝麻官 也配置本題度的罪 哈哈哈哈 哈哈 莫說什麼條人命 就是我兒圖了整個的龍泉線 你又能不和啊 啊 小先生 哈哈哈哈 我罪該萬死 嗯 這是拿來的山野孫姑啊 好大的勾膽 放肆 敢對我們家小姐不見 長風 你這個片頭 長得倒是有幾份姿勢 若是這麼死了 那也太可惜了 哈哈哈哈 哈哈 你不如就跟了我 我讓我爹留你一命 只要你今晚好好地伺候好我 我就 那你 人妾 人家的貴子 確實你能出現調戲的 我就調戲了 怎麼了 我告訴你 別說我調戲他 我今天就當著你的面 上了他 你爹 爹 你可得為我做主啊 他真是完全不把你放在眼裡 你可廢話 看來你是活腻歪了 那本官就成全了你 龍泉線令趙鋒 勾結外敵 意圖謀反 被王氏一族撞見 趙鋒 殺害王家一十八口 趙鋒在任期間 探葬王法 曹菅人命 累累罪行 慶竹難書 我今天就先殺了你 然後禀告身上 行啊 好一個先斬後奉 贏 招負 公然拒捕 連奇刀羽 全部斬殺 啊 你 是 趙鋒 你這顛倒黑白搬弄是非的果子 真是練得無悔的 哈哈哈 你呀 就在黃泉路上慢慢地去想吧 小姐 弄在實力不济 只能爭取片刻 一會兒 你快走 姐姐 快走 想要走 我哪兒走啊 整個龍泉縣 都被我的禁衛死士 包圍得水泄不透 別說你們 連一隻蒼蠅都飛不出去 今天晚上 你們就要葬身於死 這頂家的邪教 輪到他們 跳步 還讓他贏 少風 死到臨頭 你還在成口舌之怪 有什麼用 世幻告訴你 我爹帶來的這些敬衛死士 那可都是得到了 倭國將的職點 經過了嚴苛秘密訓練 隨便拉出一個 那可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哦 合著 這傳你們家和倭國之間有溝結 這事 不是真的咯 那又怎樣 可惜呀 你們知道的太晚了 李主 不 你在場的所有人 格殺勿論 說命啊 陪伍隊 不動 快 哎 哎 啊 少風 都快要死的人了 還跟本官耍什麼花樣啊 哎 咳嗽了 咳嗽了 常常 小飛啊 你們已經被包圍了 現在趕緊放下武器束手就擒 或許我能饒你們一條生路啊 別到時候被我飛虎隊打成篩子 還身都是血 撒了我妙英方的地盤 就你 找的這些穿著奇裝衣服 拿著破銅爛鐵的廢物 就能給我打成篩子啊 你是不是萬一著了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你說我這些九五式的破銅爛鐵 我不管你什麼九不九五不五的 今天晚上 你注定要死在我長陣山的刀下 趕緊刀友 升級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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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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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能啊 行了行了別可能不可能的了 押下去 哎 趙風 放開我啊趙風 趙風 哎 趙大人 我想要 啊 我還想要呢 不過我可是個有原則的人 多少銀子你就說吧 哎 這不是錢的事 我就納了個魂了 你一個小姑娘要那麼多槍幹什麼 我就是很喜歡那個 什麼事來著 九五事 哦 對對對 你就賣給我吧 哈哈 然後再說吧 好吧 哎 對了 嗯 這長鎮山身為水門提督 不是那麼好對付他 你明日一定要多加防備 這 他就是一個小小的長鎮山 逃不出我的五指山 走了 啊 這種壞害我們大前的貝勒就該死 沒錯 他們全都該死 爹 怎麼辦啊 我不想死啊 皇席 趙風他想殺我們 他不配 長了吧 啊 等等 等等 等什麼等啊 你和常維草菅人命在先 勾結外邦一層摸法盾後 還要寫上 我常家有先帝遇刺的免死金牌 啥免死金牌 除了先帝 其他人沒有資格動我們 拿出來看看 你先把我給送綁 先帝何時刺過長家 免死金牌 奴才不知 不過那長鎮山真有免死金牌 那這趙大人豈不是放虎歸山了呀 朕還在這兒呢 我看誰敢放他歸山 是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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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天地御寿的免死金牌在此 哈哈哈 赵風 你還有什麽話說 你要看一下嗎 我看這味是挺的 而且 好像還真是真的 那 那就 真把他面牌 如果你今天动我 就是对圣上不敬 对先帝不敬 看看去 要不看看 我相信你的金牌是真的 先收起来 是 知道是真的就好 马上把我和儿子给放了 小姐 怎么办 这免死金牌是真的 但是 我只是说这块免死金牌是真的 我有说过要放人吗 没有说过要放他吗 赵凤小二 你什么意思啊 赵凤 你这是不把皇家放在眼里 你这是对圣上的大不敬 其实该斩首示众的是你 我什么时候 对圣上大不敬 什么 没有 张凤 你无视免死金牌 无异于无逆圣意 你这不是 面试皇权是什么 飞 你有你的张良记 我有我的过墙梯 长转三你给我记住 今天我不斩你狗头 我赵凤两个字 倒着些 你 上家伙 什么家伙 这赵凤究竟在搞什么 长振山这种勾结外贼的乱臣贼子 莫说是一个区区免死金牌 就算是先帝亲临 也绝不能放过他 陛下圣明 不过奴才看 这赵大人好像没有放过长家父子的意思 要不我们再看看 他若是敢放了长振山 朕定砍了赵凤的脑袋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当今圣上赐下的虎头茶 你自己不说了吗 除了当今圣上没有人敢逗你 那我也没办法 只能把他请出来喽 我今天 必杀你 精灵之徒 圣何时赐过他虎头茶 就是 这什么虎头茶 春桃闻所未闻 剑所未剑 怎么就成小姐宁赏子的了 这赵大人 分明就是贾传圣旨 欺杀埋下 陶尔 你这就不懂了 赵大人虽然是贾传的圣旨 但顺应了民心 又顺应了圣意 你看 小姐像生气的样子嘛 唐振山常美二人 杀害王家一十八个 这是我 邪狱血狱 伤己无辜 勾携我嘴 围货大钱 数岁必亡 处以死刑 一举之刑 你杀不了我 爹 赵风 你这个狗怪 你杀了我 你也活不了 井南王 必定会将你 随时晚断 给我报仇的 爹 这个废物 王爷 竟然当着众人的面 说是我支持的 他是嫌我的麻烦还不够多吗 竟然当着众人的面 说是我支持的 他是嫌我的麻烦还不够多吗 王爷放心 属下已经派人去探了 绝对没有半点证据 庞安宁 黑服私访到哪了 回王爷 到龙泉县境内了 既然如此 龙泉县常年动荡 那就让他 不声不响地埋骨在那里吧 至于宫中那个八岁的奶娃娃 就只好 做我手中的傀儡皇帝 是 这龙泉县的夜景 属实不错 是啊 赵大人 把龙泉县建得如此繁华 咱家在宫里 都没见过如此景象呢 刘德 你刚才在说什么 陛下受罪 奴才一时 你还想给我下跪不成 说说你今天 已经暴露多少次了 我 我这次是出来 为父私访的 一边待着去 别在我面前晃 是 小姐 不过这龙泉县 的确跟我们去过的所有地方都不同啊 若是我们大前都是如此繁华附朔之地 那我们大前一定是天下第一了 嗯 哦 哎 小姐怎么了 难道您快龙四了 嗯 难道是快龙四了 嗯 我那后宫一瓶如洗 跟谁怀上 怎么 难道您也怀了 小姐 我这刚才不是没闻到吗 嗯 李子六 螺丝粉 赵大人 您点的螺丝粉来嘞 嘿嘿嘿 赵大人 请慢用啊 大人给 赵峰 走 去看看 赵大人 这龙泉县如此繁华 怎么能用分水煮东西吃呢 春桃 你可能误会了 这个玩意儿它叫螺丝粉 就闻着臭 但吃着嘎香 你们尝尝 尝尝 哎 把你这误会之物拿开 家小姐我们等这东西 赵峰 连食不果复制人都未必会识赐的会晤 你这如此繁华的龙泉县 百姓吃得下来 小姐 这话你可说错了 不如真是食不果复制人 还真的吃不起咱们这螺丝粉呢 怎么可能 那吃吃还吃不起了 你胡说什么那谁吃吃啊 我说你呢 你吃吃你吃吃你吃吃 别吵了别吵别吵 大家都不吃吃啊 那个 杏 真的 很好吃 来 尝尝 不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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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臭鸡群天的东西咱们就不费 吃嘛 不吃啊 赵峰 你怎可如此的 要不尝尝 哇 嗯 嗯 嗯 好吃 嗯 拖大的人了 吃的满嘴都是 啊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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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的意思是说 好吃你就 多吃点 嗯 啊 呃 呃 嗯 好吃 要不要 再来一碗 我们这儿呀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我们做不到的 的确 你这吃的好住的 还这么繁华 不过 以你的才能 做一个知府 都出出犹豫 为何要在这小小的龙泉县 当一个县灵女 那 说来可就 话长 那 说来可就 话长啊 别默默唧唧的 长话短说 我 正所谓 卫卑不敢忘忧国 是定游须 戴何关 我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 但我会尽心尽力造福每一位百姓 有百姓有乐 百姓乐 老子 老子可不想当什么大官 当个土皇帝多快了 赵大人有所才能 真是佩服 那 大赵府生于天地之前 自当是扶贫救世为几人 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往生计绝学 为万事 开太平 好啊 说得好 说得好 小姐 赵大人如此有才能 怎么能埋没于此 让他进宫当太夫 什么 我们是京城来的皇商 跟女帝有点接触 我们家春桃的意思呢 是让我在女帝面前 多帮你美言几句 对对对 我说嘛 他俩怎么跟京城皇室 上有关系呢 对了 你刚才说那批武器怎么着 不会是要送进皇宫里去吧 当然 那批武器要是大钱的军队拥有 那我大钱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大钱的军队 我不卖 我不卖 为何 你这算是私造兵器 我们大钱不允许私造兵器 况且 女帝都没有追究你的责任 你为何不把它贡献给女帝 哎小姐 这理由你自己都听我们大人说出来 女帝不让私造兵器 要是大人卖了 他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饺子 找麻烦吧 小姐 他说的有道理 有什么道理 我跟你打保证 女帝不会追究你 你都这么说了 那通融一下也不是不可以 收吧 多少钱 我全都买了 咱们都这么熟了 我必然给你个友情价 这个时候 一百两 春藤 给钱 哎 什么一百两 我说一百两了吗 一百万两 什么 大人 这次要不太合理吧 我们龙泉县什么时候来过这么大的皇上 你要是不狠狠宰他们一致 我怎么去建设龙泉县 去造福百姓 你缺得去螺丝粉吗 赵宝 一百万两 你怎么不去抢啊 你这武器 未免有点太贵了吧 很贵吗 这样 我来给你们算一笔账 我们就明白了 我造武器是不是需要人力物力 这些是不是要花钱 那我造它是不是就需要一个生产的工厂 工厂 造它不花钱吗 嗯 换起 这些武器 别说大钱 乃至整个天下是不是就赌我一份有 嗯 我再说点专利费也不会挂 对 对什么 专利费是何物 当然是我们大人研制武器的时间成本了 对头 我能造出这些武器来呢 当然是我苦思冥想多少年的结果了 很费钱的 而且 我们龙泉县是整个大钱最悲凶最悲惨的一个县城 我们想要这些钱就是想造武百姓的规划 你又是我老婆 爱慕之人 所以啊 我全部都买了 我全部都买了 专头 给钱啊 这次出门着急 哪来的一百万两啊 没带银子你怎么不早说了 我话都说出去了 惊口欲言 哪有反悔的道理啊 我必拦着你了 没拦住啊 我 刚刚加上刚刚的专利费呢 一共是一百五十万两不会有人连银子都不带了 这个武器是一定要卖的吧 那不如这样吧 要是换做别人呢 这生意肯定也就做不成了 那既然是你 我有办法 要不要试试 此话当真 啊 到了 赵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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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今天是来取钱二十存天啊 来取钱的 坐坐坐 这边 VIP 这是为尊贵的大客户专设的区域 怎么样 是不是高端大气上党吃啊 这是钱庄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啊 这叫龙泉银行 不是钱庄 这些人啊 都是来存钱的 不可能 在钱庄存钱呢 要支付保管运输支费 消弥极大 这普通百姓 怎么可能将钱存进钱庄呢 你不信啊 你自己看啊 二十五号 您要办理什么业务 我要存钱 我要存定期三年 利息最高的那种 这怎么可能 让他们存利息高 他们怎么更高兴了 这是银行 不是钱庄 这些百姓自己存进来钱 我是要给他们付利息的 什么 这更不可能了 你就要给百姓存钱 又要给他利息 那你岂不是亏死了 放心 我绝无可能亏损 他们存的越多 我赚的就越多 这怎么可能 难道你是在私自住币 难道你是在私自住币 你不说什么 那是要你丢的 那都疯了 他们百姓 是把自己的真金白银 他们存进来之后 我再借给你这样 需要用到钱的人 我在中间 赚点利息啊 哦 我懂了吗 你这是空手特别狼 那 可若这 借钱的人不还呢 在我龙泉县城 就绝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如果他们真的敢不还 会被我拉进黑名单 从此之后 他在整个大前 做任何生意 都绝不可能 那你 又如何管得了 这天下的人 连你都知道 龙泉县的东西 天下无双 更何况他们 高 实在是高啊 环环相扣 步步为一 实在是妙 大人 我准备好了 太好了 这个呢 就是你的借款合同 您看一下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呢 借款提货 我签这合同之前呢 我要先验货 也不是不行 就是 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什么 不论一会看到什么 绝对不可以不去告诉我 嗯 嗯 嗯 大人 预备 放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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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养的 低调低调 哦对了 你养的货都在里面 艳艳去吧 嗯 小儿 大人 看看吗 这就是你私藏的武器 怎么就又私藏了 这是我工厂造出来的 你 你可是答应过我的 我卖你武器 不许跟女帝高装的啊 嗯 可是你私藏了这么多兵器 养了这么多兵 若是被陛下知晓 注定难逃一死 你难道不怕吗 哎呀 你不说我不说 没有人会知道的 可这也不是你们龙泉县 不遵守大潜律律的理由啊 我怎么就不遵守大潜律律了 谁不遵守 我 大人 我可找到你了 大人 你怎么说 我可找到你了 纪公子 小人 纪小山 拜见赵大人 奉家父 纪太尾之令 前来 付任 哦 材料可带齐 带了带了 这是五万两银票 和简历 什么妇人 哎 这位是 啊 不用管他 本官一朋友罢了 啊 既然东西都交了 这清水先令 上任去吧 啊 多谢赵大人 多谢 哎 哎 哎 岂有此理 怎么了 大尼小官什么啊 你竟敢在这贩卖官职 一个小小的县令 能怎么样 小小县令而已嘛 别说是县令了 就是连府尹 我们大人也招卖不悟啊 你胡扯 除了当今圣上 就算是这昌陵府的府尹 也无法贩卖官职 难不成你们赵丰 还要比陛下大不成 在这个昌庭境内 我们大人的话 好像的确比女帝管用啊 你们放肆 大人 没事别怕 一个小小县令的官职而已 怎么了 你还没有看到我真正的实力 本以为你是一个 为名着想的好官 没想到竟是如此的贪婪妄放 我真是看错你了 昌宁府尹 包长到 昌宁府尹 包长到 赵大人别来无恙 包大人 小姐 这好像是新上任的吏布侍郎 被你贬到昌宁那个包长 包大人 季公子的材料可都齐了 接下来剩下的事 赵大人撤手拿礼话 就这么点小事 你我之间不用客气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敢贩卖官职 就不怕陛下追责吗 又怎么了 你做你的买卖 我们做我们的买卖 大家都有买卖 做这不好吗 就是 我跟赵大人做生意 关女帝什么事啊 再说了 女帝即时想要我们的脑袋 那也得看她有没有这个实力 包长 你不认识我了吗 一个乳秋未干的丫头 我能认识你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希望诸位以后努力同心 叫我大前雄威 是 赵大人 这位小姐是京城有名的皇商 这笔生意 要不你先跟她谈谈 至于纪公子献令一事 我们荣厚在意 紧张什么紧张什么 这文献都在了 签完了钱不就都归你了吗 不都一直按照规矩办事吗 赵大人你别说了 今天怎么牛牛捏捏的 你亲起来了 赵峰 贩卖官职可是死罪 你居然说自己没错 我卫国卫民 我让官职能者居之 怎么了 有什么错呀 赵大人你别说了 我就说 大胆赵峰 你私募府兵 私造兵器 贩卖官职 甲传圣旨 西上南下 无视皇家威业 难道是想造反吗 那女帝不也就是一见女流 老子今天就造反 怎样 大人 包城 告诉她 我试试 昌宁福尹 包城 拜见陛下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赵大人 这就是大钱的女帝 对了 对了 皇上 趁这些生意军事 合理合法的买卖 就算你是皇上 也不能耽误人做生意 公然贩卖官职 私募府兵 私造兵器 你在这儿跟我说合法 我们在进行交易前 会对每个人进行严格的检查 检查合格之后 我们才会给她写推荐信 就凭这小小的推荐信 就能让人信服 我们的审查极其严苛 每一位被推举的人才 都能把当地治理得紧紧有条 很靠谱的 回陛下 确实如此 银票仅仅是保证金 倘若此人治理无方 我们会将这五万两黄金 全部赔付给当地的府衙 请陛下明鉴 我有办法能证明 这些都是那些当过县令的功绩 都在这儿了 清河县令 工程知府 奴中尚书 你 这些由贫道府的县城 县令既然都是你选举的 这些人呢 他们或是有才能却不得制之 要么就是全臣官宦之子 人脉财力全是 切实顶线 这些佼佼者做个县令 岂不是绰绰有余 起来吧 奴子说来 这些官职 他们倒是可以试一试 对嘛 而且 就这一趟 你们在皇城也能行 何以见得 好比一个知府 就一百两 对吧 尚书五百两 把这些银子全部都存进国库里 那国库有钱了 把这些人才一培养 可乐而不为呢 对不对 赵峰 我真是厚 没有早点认识你 陛下谬三 那么 私募府兵私造兵器 又当如何解释 就是 这些可算是杀头的重罪 小丫头不弄死我 不得劲是吧 说吧 防患于魏冉呢 陛下 你想 我们龙泉县 它是不是咱们大前的 这些飞虎队 都是为了训练出来 去抵御那些外敌的呀 小姐 他一定是在找借口托罪 您可别被他骗呢 据我所知 外敌从未犯过龙泉县 那是以前 以后呢 万一以后有外敌来入侵呢 我刚才也说了 龙泉县 是不是咱们大前的疆土 那么 外敌要袭来 先打的 是不是咱们龙泉县 也就是大前的边疆 边疆一破 大前的疆土 不就受到侵略了 我训练这些废虎队 我知道这些武器 不过就是为了减少 这些百姓的伤亡 为了守护咱们大前的疆土啊 我训练这些废虎队 招兵埋马 你可曾听过 我攻打过什么城市吗 我知道这些武器 您听过我拿什么枪械出去 杀人了吗 小枫 原来你有这种才能 我真是错怪你了 没事 包城 如果让你重返皇城 你是否有信心执行 臣 此次必将计言慎行 绝不犯错 那就回去准备 等我回皇城 谢陛下 赵峰 至于你 救归我 我 我卖货不卖身呢 舒坦从命啊 舒坦从命 想什么呢 我说 让你跟我回皇城 什么 什么 有什么问题吗 陛下 我就一条咸鱼 我啥也不是 我狗屁不是我不懂 推行脉官制度 制造先进武器 训练特种士兵 以及龙泉线的各种奇珍异把 我真的是很好奇 还有什么是你赵峰不会的 陛下那都是耍了点小聪明 你真整上什么国家大事了 我真不行 力请高明啊 力请高明 朕贵为一国之君 惊口欲言 岂能收回成命 要不破个例 放肆 你难道想抗旨 我 大人 抗旨不遵使用 行 去 去去去 放心 朕不会亏待你的 没事 春桃 准备一下 即日返京 是 赵峰 你的武器 我不会白拿的 就当是朕欠你的 陛下我会跟巧儿一起把这些武器都打包好 让飞虎队给您送过去 然后您就先走一步 我 随后就到 啊 晕了 走 嗯 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办 武器怎么办啊 武器还能造龙泉仙也在 我也会回来的 你又死不了 按照这个清单 就好好准备 听懂了 快去快去 陛下 您为什么一定要赵大人进阶呢 赵峰虽然顽固 但他的思想非常人所及 我让他进阶 一是想让他当元昊的老师 二是 朕觉得 赵峰就是朕梦里提及的 那个能解决问题的人 停 停 停 陛下小心 是依花宫的央月公主 不错 没想到 你还识得本宫 啊 不知公主来此 所为何事啊 自然是有人出钱 来买你们的性命 出钱 出多少钱呢 我出双倍 能不能不要我们的性命啊 抱歉 我们移花宫虽然认钱 但是该有的信用还是有的 那就休要多言 向上陛下 先过咱家这关 四大金刚 动手 你们赶紧走 咱家低档不了片刻呀 咱家跟你拼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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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嗯 又走滚 快快什么呀 快跑啊 啊 好 快 又走滚 快快什么呀 快跑啊 好 从本宫见到你们的那一刻起 你们便已经是死人了 四大金刚 笑 笑 是是找风 什么东西 是他吗 你快跑 呀 他 好 好 对 啊 找什么呢 找我拿 赵大人 太帅了 小意思 都是基本操作 赵大人 要不 你善良我们一起走呗 行是行 他得看我的心情 那您心情如何 心情还不错吧 时候不早了 赶紧出发吧 哎 那死娘娘枪呢 就会真死了 在在在呢 在这儿呢 那我们走吧 哎 陛下陛下 等一下 何事 呃 我突然间想到了 陛下真想给臣安排个什么官职 你得回去跟那些大臣们商量上 如若不然 恐生事端 哦 那有何事端 你想啊 这包城最近在肃清朝堂 那就意味着万一有点风吹草动 对您来说都是有害无力 那大局为重 我这也是替您着想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嗯 带我回去处理好官职事宜 再来寻你 OK 嗯 又不确定你是一飞 我干嘛对你尽心尽力 反正已经来到这京城了 小生意该做还是得做 喂 嘿嘿嘿 李公公 在 明日带着小王爷 好好玩玩 最好彻底把它养成一个废材 这样整个大钱 就都是我唐宵的了 是 王爷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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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京城的望花楼 照比我那妙音坊可差远了 看来 等我在京东站稳巧跟 亲自丢的 起让 什么你再说一遍 赵公公带给小王爷出宫了 听听说现如今已经到望花楼了 小王爷您觉得这地方如何呀 这地方还真不错 小王爷您觉得这地方如何呀 这地方还真不错 你急事还做的呢 这么点小孩也来上 嗯 嗯 诸位 今儿个 谁把我们家公子伺候好了 呢 重重有赏 哎 二位公子想怎么玩啊 得嘞 爹 那二位身份可不一般呢 要不您给让个道 哼 哼 不让 哎 你你你 你好大的胆子啊 知不知道这是谁 不管他是谁 你放肆 我看是你放肆 光千画日朗朗前会 你带小孩来这种地方 成何体统 怎么这也算是花好月圆 花天酒地 换 我的地方 看来合适吗 啊 是不是 你是谁呀 确敢管我的事 我说谁叫你这么说话的 我 哎 干什么你 你竟敢对我们小王爷不敬 哎 干什么你 你竟敢对我们小王爷不敬 小王爷 说出来吓死你 面前这位就是当今圣上的亲弟弟 元亲王 藤安牛那个母老公的弟弟 我知道 我都把这件事了 此人以下范上 对本王不敬 好了吧 哎哎 等等 我乃当今圣上清风太傅 也就是小王爷你的老师 老师教你做做这个做做那个 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什么 奴家从未听说陛下给小王爷找了老师 这人他一定是假冒的 我假冒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假冒的 我看你是假冒的 你就是假冒的 你是假冒的 你假冒的 本王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从未听说过 黄姐给我请了什么太傅 男人 把这满口胡言乱语的刁民拿下 拿下 我看谁敢 不 不怪人的啊 还不速度退下 雄昊 你可知你犯了什么错 雄昊 可知今日你犯了什么错 黄姐 碰而不知错在何处 那李公公你告诉我 你为何要带小王爷 来这种烟花柳巷之地 回陛下 这万花楼 本是官宦子弟玩乐之处 王爷年纪虽小 常带他来这种地方 有助于今后发展 就能来这鬼地方 都是些顽固子弟 我的小王爷以后的发展 发展个币 他命就是九面 你什么你我什么我 放着人不当灰嘴当 乌龟不当灰嘴当王吧 我看你这底下砍了 顺便把脑袋一起砍了吧 照爱情所言 正是朕所言 来人 拖下去砍了 陛下 不能砍我呀陛下 朕倒是要听听 为何不能杀你 老奴也是奉靖南王的旨意 带小王爷到此的 就算是走错了地方 那也不至于杀头啊 黄姐 确实是黄叔让我出来历练的 住口 事到如今 死到临头了 才没认清自己错诞 我来告诉你 小王爷的心性 乃是活之根 你动摇的活之根基 那自然是危害了整个大强谷 你说你该不该死啊 你 那自然是危害了整个大强谷 你说你该不该死啊 你 你信口辞黄 咱家是奉了靖南王之命 带小王爷到此的 靖南王他身为亲王 怎会坑大钱 谁知道那 脑瓜子里在想什么 你 你敢骂靖南王是狗 你 张口闭口全是这个靖南王 那我问你 这天底下 谁最大 自然是陛下最大 哦 那如果是陛下最大 你一直提的靖南王是何居心 你是想暗中暗示陛下 靖南王比陛下大 你 一派胡言 这普天之下 自然是陛下最大 那既然是陛下最大 那请问陛下做什么决定 我需要经过那个 靖南王的同意吗 小啊你 你还敢辱骂靖南王 我就骂他 我就骂他又怎么样 我告诉你 这靖南王属于是亲王 乃是朝中重臣 目光起 凶人不当 非害国主 你说他值不值得我骂 你 偷下去 陛下 不能砍啊 不能砍啊 陛下 你 陛下 赵峰 现在该说说 你这欺君之罪了 哦 哇 难道是我冒充他父的事 陛下 我也是为了小王爷是不是 才出此下策 您 说清楚了呀 的确 春堂 刚刚赵大人说 自己官居几品 任何官司来的 回陛下 赵大人说自己 官居一品 为当朝太傅 朕也觉得赵大人 说的有道理 以赵爱卿的才能 官居一品 做小王爷的老师 未尝不可 陛下明鉴 陛下 啥意思 传阵旨意 龙泉县县令赵峰 财思敏捷 赤胆忠心 幽博幽民 即日起策封为太傅 官居一品 我不同意 黄军 此人满口谎言 根本不配做陈地的老师 对 臣就是一介 小小的县令 对吧 我 根本就扛不下此大人 更何况 我这人性子一直都是 放荡不羁 爱自由 所以 这事你还是找别人吗 够了 难道你们二人 想抗旨不成 陛下 春桃 在 如若官员同是犯了 欺君之罪和抗旨之罪 按照大前律 应当如何处置 随等大罪 犯下一个就已是滔天罪名 若是两罪并法的话 五马分尸 明知处死 那也不为过吧 赵爱琪 你刚才在说什么 哦 我说那啥 这小孩 我肯定给他教好好的 绝对不会辜负您的期待 如此甚好 朕也相信 赵爱琪 绝对不会让朕失望的 嗯 元昊 还不快来见过老师 黄姐 要让陈弟认识这个老师 也不是不行 但是 我要考他一道题 嗯 可以 那赵爱琪 可要好好回答一个 八岁小孩的问题 是 请问 什么河里没有水 嗯 小河河 你还跟爷爷玩脑筋气管弯呢 你别碰我 告诉我会不会 虽然那是 象棋棋盘上的楚河 没有水了 来 我也给你抽一个啊 说为什么用铁锤锤鸡蛋 锤不破 为什么 锤子当然不会破了 再给你抽一个 这个加这个 黄鱼花 服不服 元昊 你可还有什么要说的 老师在上 受妥儿一半 既然事情已经办妥了 齐驾回宫吧 是 对了 赵爱琪 明日的早朝 你可不要迟到啊 臣 遵命 以前废物 王爷 原本我们的计划 已经成功了 是被一个叫赵锋的破坏了 听说现在女帝 刚刚策封她为太夫 太夫 即使天王老子 敢当我唐销的路 都只有死路一条 听说陛下给小王爷 找的老师 才高八斗 学富武车 或有天人之资啊 是啊 我也听说了此事 据传 这位老师 能救百姓于水火 国家有危难 说有如此太富 我大前更能烦荣昌盛啊 这世间 的确不乏有才能之人 可谁知道 他又是不是个 功名要狱之辈 王爷说的是 陛下驾到 陛下驾到 上朝 无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忠爱妻可有本起奏 请禀陛下 臣有本要奏 说来听听 微臣听闻 陛下册封龙泉县令 为当朝太 微臣不明 一个小小的九品县令 有何能力 能一跃成为之一品太夫 臣当父义 那这么说 郑爱卿是在 质疑朕的眼光了 微臣不敢 但放眼古今 从未有官员 从九品之胜一品之说 若陛下今日 不能给臣等一个说法 恐难以风筝 非了非了 欺望了 我猜你不会又要 砍到我的脑袋吧 好 那朕便给你们一个说法 赵风何在 来了来了 微臣在 吃吃吃 大胆赵风 面前圣上 竟然如此衣冠不整 你开灯何罪 陛下 能不能没罪 什么 好一个油嘴滑雪 浮浪不惊之徒 早朝一山不整 暂且不提 早朝迟到 在我大前律律中 可是有规定的 需听账武师 又如何偷罪 你这个臭老头 你对他搞死我 你才舒服是吧 慌口小儿 竟敢骂本王 我骂你又怎么样 你猜哪个冲啊 我跟你讲 这大前除了 剩下能骂我两句 谁都骂我 我告诉你 本王可是静男王 你敢对本王出言不逊 你就不怕掉脑袋吧 你就是那个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静男 陛下 这就是你为小王爷 精心挑战的太夫了 不此出言不逊 无言会语 过乱朝堂 无法机之人 咱们可以可以做 小王爷的老师 赵峰 大殿之上不得放肆 是 今日早朝为何迟到 昨晚这个小王爷 狮性大发 我也是没办法 我就跟他迎试作对 直到清晨才睡呀 因故 早朝迟到了 听说小王爷不学无术 怎会跟太夫大人 对视至清晨 一个满嘴无愧之人 怎么可能会迎试作对 你看不起谁呢 我告诉你 就我这迎试的能力 在大前说是第二 无人敢成第一 真是荒谬 我公众的汉林院学识 也不敢如此狂妄 你算什么东西 陛下 此人出言不逊 满口忽咽乱语 臣提议 撤了他的官职 别问说明 剑南王这话说的 未免太过武断了 赵峰 你自称迎试作对 乃为大前一决 你可有法自证 我 陛下 臣有义法 不如让赵峰 现场做事 让在场众人 进行评判 当即便知 赵峰 所言真伪 隐了 赵峰 本王给你一炷香的事件 你可敢应试 我用你给我一炷香 就叫耳朵听好了 来 横看成岭 侧成风 远近高低 各不同 不知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 此山中 好 好 好诗啊 没想到 赵大人有此文采 不愧是 小王爷的老诗啊 骑南王 这下你可还有话要说 陛下 此诗 是他抄袭的 怎么着 王爷你听过这首诗啊 不错 那我问你王爷 哪本诗集里看着了 此诗 是当年本王的老诗所作 并未录入诗集之中 赵峰 晋南王所言可属诗 回陛下 这首诗呢 他确实是我抄的 你看我就知道 此诗意境深厚 怎么可能是你这个 矛头小子 所能做出来的 我告诉你 此诗虽是我抄的 但那可是 东坡居士 苏氏所做的 你这 替你家师傅 欺世道明 真是 尊师重道的典范 你可真是荒谬 我大前宫中 要真有你所谓的 什么居士 如此有文采之人 怎么可能埋没于此 让你有机可陈 人家是前锋道骨 能跟你这种凡夫俗子一样吗 开玩笑 陛下 赵峰所言 太过离奇荒谬 如此狡辩 实属其军 请陛下圣财 陛下 臣有一个办法 我能自证 嗯 鸡蛋王 你老师做过几首诗 做过几首 别人知道 能传颂的诗啊 不多不少 只此刚刚那一首 那就好办了 只来 莫兰 这是干嘛 怎么回事 这是 赵大人 这是想再服侍一首 称名字经吗 我说一首 就算是一百首 我都给你做出来 还一百首 小子 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看你是气急败坏 还是胡言乱语了 这就不劳烦 王爷您操心了啊 仔细听着就完事了 我听着 先 uh. 来吧 天生我才毕有用 千金难尽 万者 万 万 男 yah 鸥 很好 百 一 山 山 近 但愿人 长 千 但愿人 长 千 故 祝一 牠千 牠千 百 牠千 你是男生 好好好事啊 曾经在南海南北水 舞山舞水 花叶 巫沫不堪 在千愿作比一苗 在千愿作比一苗 在地人为连里 好事好事啊 好事啊 真好 钟爱妻可还有话要说 出口便是千古绝句 赵大人真是人才呀 汉离院学士扶林 拜见太傅大人 等等 陛下 就算赵丰他文采 非常人所能及 但是作为当朝一品太傅 也能忧国之忧 陷下南方旱灾严重 不知赵大人 可有解决之法呀 就知道这千年的王八还得够上 自然 这旱灾之所以被称为旱灾 那不就是因为降水量少吗 带点水过去 只要能满足他们的这个需求 问题不就自然解决了吗 你说得倒是 你知道要把水运动灾区 需要多少人力物力 如今国库空虚 等到无法支撑赈灾的款项 国库空虚 没钱那就去赚 咋了你一个大活人还能被尿憋死啊 你说得简单 你知道南方的灾情有多严重 刚刚拨下去的两百万两白银 瞻眼功夫就消耗一空 那需要赚多少钱 才能攻击灾区使用啊 行量紧缺 那是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别说两百万 你就给我一百万两银子 三天时间 我保证给你治得 贴贴的 一百万两三天时间 一百万三天 吹牛打怎么可能 这可是你说的 陛下 赵峰说 他可以用一百万两白银 解决灾情 微臣觉得 赵峰乃是南下赈灾官员首选 他能解决灾区百姓之苦 这个太傅 也算是做得理所当然 若他不能解决灾区百姓之忧 就算他做了这个太傅 也不能为陛下费用 朕觉得剑南王说的有道理 赵峰 你即刻启程 赶往灾区 如若是不能解了南方之急 便提头来见 为臣遵旨 退 不行 那个 让臣赈灾可以 但臣还有一个要求 说来天天 说来天天 可否 请旨 请陛下您 和靖南王 咱们一同前去 好 这是为何 哦 是这样的 你说 我万一把这旱灾 真给他镇住 也烦老两位 能帮我做个剑 别到时候冒出一些 什么老王吧 哎呀 他撒谎啊 镇灾根本不是他干的 我又没说你 你 怎么了 王爷 怎么了 我说你是王八了吗 这 这 好 那就多回去收拾收拾 明日晨时三刻 即刻启程 退朝 赵峰 你不是说 仅需三天 就能解决这旱灾吗 可我们到这已经两天了 你的解决办法呢 急什么 急什么 说好的三天就是三天 三天之内没有解决 我信你处置 赵峰 现在不是二戏的时候 如今灾情严重 百姓颗粒无收 若继续这样下去 百姓只会更加苦不堪言 回陛下 臣不是二戏 臣只不过在等待一个 能解决百姓水深火热的工具 需要何等工具 在京城时为何不说 不派人去准备呢 这东西也就我们龙泉县才有 放心吧 我已经叫人快马加鞭的送来了 陛下 说不定这龙泉县的新奇玩意儿 真能一天之内解决这旱灾呢 这不过是他 多言世间的说辞罢了 陛下 说 陛下 巧儿小姐 给赵大人带东西来了 今天我就让你心服口服 书阳还未定呢 还是不要太过得意的好 太人 巧儿好想你啊 我也想你啊 好了 现在不是你们叙旧的时候 赵峰 这东西 就是你说的 能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神物 不错 赵峰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还盖着红布 别在那儿故弄玄虚了 就凭这么个小玩意儿 就能解决汉灾 陛下 不会被剑男王说中了吧 这东西 真能解决汉灾吗 我是春桃 我赵峰的实力 你应该是知道的 此物便是传说中的 能彻底解决南方旱灾的神物 赵峰 你就别卖关子了 这究竟是何物 陛下别急 先干嘛 赵峰 我说你在做什么 弄堆破铜烂铁 加两个骨骼 就想解决探猜 你懂个屁呀 此物乃是我龙泉县 最先进的设备 意大利炮 只要能解决降水的问题 干旱不就自然解决了吗 你的意思是 此物能让此地降雨 当然 你在胡言论是吧 你这破玩意还不如水桶呢 至少水桶里还有点水 那东西一滴水都没有 我看你脑袋是被驴踢了 你说什么呢你 我们龙泉县连年干旱 多亏了我们大人 研制出这意大利炮才解决的 我们大人好心好意帮你 你脑袋才被驴踢了 你个小小的丫头 敢这么对本王说话 济南王 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赵峰 究竟何时能够降雨啊 随时 那快让他降雨啊 陛下 你不会真的信这小子的鬼话吧 这玩意要真的能降雨 我唐宵的名字都这些 不知道济南王还有更好的 赈载办法吗 小党啊 看好 全体将士听令 预备 开炮 哈哈哈哈 下下雨啊 哈哈 陛下 陛下真的快下雨了 哎 哈哈 下雨了下雨了 赵大人真解决那套旱灾了 这炮能降雨究竟是何原理 这炮能降雨究竟是何原理 如此一来 其他地方的灾情 是不是也能用此物解决 回陛下 不过就是一个小炮子打到了天上 把这水滴子给打散了 他就下雨了 啊 小党啊 服不服 哎 这不你也算有些本事 配得上这太副之位 陛下 嗯 是神愉悦了 朕觉得靖男王说的有道理 赵爱卿这才能 实属我大前之心 陛下 臣 先去处理再请 准备回京事宜了 哎 嗯 没想到 这个赵本真的有将于这本事 王爷 他赵风虽然有点小聪明 但没人自负 早晚会自掘坟墓 王爷 我能再等了 这个赵风就是个祸害 有他在唐安宁身边 我们的大爷何时能成 找个机会 作用赵风 是 大人 这就是京城的夜市啊 但是 怎么还不如我们龙泉县啊 自然 这京城怎么跟咱们龙泉县上 嗯 咱们 吃喝玩乐 样样去去 嗯 哥 他就是赵风 弟兄们 宰了他 哎 你要宰我 啊 江湖规矩 我都懂 那你看 啊 哈哈 够不够 够了 够了 哈哈哈哈 那有 我们来干嘛呢 赵风 天下之大 不是什么人都能忍啊 但是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 想杀我的人呢 太多了 要不搁几个啊 排个队 一会儿找他登记去 排个队 找他登记一下 让我们插个队 我们急啊 不是你这小同志 我就得说你两句了 你这样子很不好 你是干什么的 截 截道的 什么截道 杀手 杀手 那杀手最重要的是什么 杀人 杀什么人 耐心 耐心 那我问你谁派你来的 进南王 你炸我 疯祸 赵大人 您还真是伶牙俐齿 不过今日 就得葬身于此了 这什么玩意儿 你是个妖女 大哥 咱跑吧 跑什么跑 干她 哎 你有没有听闻过 有个东西叫做穿云剑 我谁弄鬼的 干她 今天算我栽了 今天算我栽了 但是你们休想从我口中得到一句话 弟兄们 还是再见 大哥 哎 接到了啊 杀手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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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不想死 我怕疼 大宝宝 那啥吧 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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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 给我的任务文书 我第一次出任务 我就想留着当个纪念啊 好 陛下 陛下 靖南王恼羞成怒 今夜派出杀手 截杀赵峰 什么 你可否护他周全 陛下 想必 飞虎队比奴才更为可靠 飞虎队何时入得进 奴才不知 但想来能神不知鬼不觉 这赵太傅 怕是煞费苦心了 我就说吧 赵太傅如此聪慧 怎会轻易遇见 唐骁反叛的证据收集的如何 还在调查中 不过赵大人呢 生起了一位杀手 这杀手是靖南王刺杀朝廷命官的 关键证据 不会那么简单的 唐骁用人何其谨慎 岂能随意让人收集关键证据 只怕 早就死亡了 刘总管 奴才在 派兵驻守太夫妇 现在正是收集证据的关键时期 朕不允许赵峰出半点差错 是 太爽了 还没完事啊 还没 够不够啊 当然不够啊 你呢 其实 其实我还想 我来办 面都在这儿了 你还有要补充的吗 都在这儿了 这都是我这几年收集的证据 所以说 你第一次出任务 就找到了这么多靖南王的罪证 可不是了 就这老小子 他的罪证 几天几夜都说不清楚 如果你说的情况属实的话 那靖南王的罪 一定会 明扬天下 对对对 正面也太爽了 王爷 属下办事不力 实人不清 请王爷责罚 你个蠢货 竟然在暗中调查 我靖南王府 现在估计赵峰 正拿着罪证 等着参办王爷 王爷放心 我现在就带人 做了他们 李世贤 给我惹的麻烦 还不够大吗 王爷 属下知错 王爷 属下 属下愿意带罪立功啊 王爷 哼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再把事情办砸了 你这脑袋 就不用留 是 王爷 哼 把东西带到城外 会有人接应你的 是 王爷 陛下降到 这么快就来了 看来是迫不及待 要把本王拉下满了 臣参见陛下 陛下 今日屈尊我这王府 不知所谓何事 唐霄 朕劝你还是束手就擒吧 不要失了王爷最后的体验 看今日这阵仗 陛下是想要制作 身罪认得这么快 那行了 没事 走吧 皇叔 那些实恶不赦之事 真的是你做的吗 小王爷说什么 你不是已经知道 皇姐要来治你的罪吗 小王爷说笑了 我何时说 是要治我的罪吗 启禀陛下 本王要弹劾当朝太父赵锋 赵锋在龙泉县时 私自募兵 私造武器 有意图谋反之罪 老东西 我本以为你要整个大的 没想到你憋了托大的 济南王 此事朕已知晓 赵锋此举 是为了保护我大前的边疆 算不上谋反 如果我说赵锋私养的部队 带着武器到达京城 并且手里已经有了人命了呢 陛下 臣知晓你信任赵锋 可赵锋领兵进城 严重威胁我大前恩惠 理应问斩 赵锋的飞虎队 是朕允许持武器进的京 不算预计 那敢问陛下 赵锋当街杀人残害无辜百姓 是否可以问罪 什么 你说那一群被圈养的死士 你管那玩意儿 叫无辜百姓啊 死士 可本王听说 并非如此 老东显 你是不是真的不见棺材 不露泪啊 你是不撞南墙 不回头 来人 说说吧 那天你都看到了什么 事无巨细地 说给陛下 是 老爷 陛下 昨日我确实看见赵锋 调集装备精良的小队 当街残害百姓 百姓死伤无数 胡说 先生 咱们可能是无辜赖杀之人 小人 绝不会看错 这指路为马 又反客为主 老东显 你当真要这么跟我玩 那又如何 陛下 本王所言 句句属实 那你怎么能证明 那些死事是百姓 那自然是 算了 还是看看我给你带来的人吧 杀手 来 孙大志 见过各位大人 这位呢 就是当天晚上 行刺我的死事之一 说说吧 我当天也是接到密令 让我和几个兄弟 一起刺杀赵大人 下达命令的人是谁 回陛下 小的是靖南王的死事 自然是只听 靖南王的命令 陛下 这是我妹妹 这赵锋 我这从哪找来的骗子 来诬陷白王 你的意思是说 你找的人 就都是证据 我找的人 就全人骗子了 你可否证明 你是靖南王的死事 属下可以证明 入围请看 这后面的印记啊 就是靖南王府上的 死事的印记 如果陛下不信 可以把当日所有的刺客 都翻起来查看一下 必然都有此印记啊 王爷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赵峰啊赵峰 你这手指鹿为马 玩得倒也漂亮 可你又怎么证明 他说的印记 就是出自本王之手 你这随意耍无赖的功夫 逞个大前说第二 就没有人敢说第一 行 我给你亮的真假 分虎队 大人 以摧毁此时据脸 生情此事百余灭 此时身上皆有相同印记 这是从阴中搜寻到的花名册 与王爷府中一致 呈上来 赵峰你什么时候 没事吧 没事 陛下 唐超好像不见了 只是刚刚这物卷 好像是出自你龙泉县之手 分虎队 在 唐超为什么会有我造的烟雾弹 给我查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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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贺堂兄全身而退 多亏了锦尚军 既然堂兄无碍 这是否可以兑现从前的诺言 锦尚军放心 事前说的一概作数 我手里所拥有的枪血 也一并搜查 另外 我还修了一条密道 直通皇宫 告诉我们再杀回去 李英外河 生亲女帝 祝我国勇士 一举功破大前 没想到堂兄这么正常 放心 我们定会为堂兄报仇血恨 到时候 这大前的皇帝 是堂兄你了 报告大人 进 大人 刚刚袭击的武器 的确是我龙泉线所产 那能不能查到 何时从我们龙泉线流出去的 大人 此批武器 并不是龙泉线所流出的 是 冰江 没错 是陛下从龙泉线带出的武器 在部队当中 遭到了外泄 不仅如此 我国下了战术 三日之内 要攻打我大前 什么 哎呀 陛下 不就丢了几箱军火而已吗 再说了 这又不怪你 对不对 这边疆 鱼龙混杂 出点问题 那也在情谊之中 我 朕知道这些过错 都在朕身上 你不必这么口是心非的 吼骗着 哎 我可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 丢了几杆破枪 没事 他们 可对咱们 构不成什么威胁 对吧 构不成什么威胁 你说的轻强 那些火器的威力 你岂会不知 我国人的单兵 作战能力又极其强悍 让他们拿到火器 等同于如虎添翼 我说了 那些窝国人 就算抢了几项军火 他不足为惧 我自有办法 不足为惧 你觉得不足为惧 是因为你们也有火器傍身 而我大前的将士呢 他们该如何敌对 陛下 我怎么可能 会放弃那些大前将士 对不对 我保证 我保证 绝对不会让他们 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你拿什么保证 你凭什么保证 你有什么资格保证 罢了 原来陛下一直觉得 我拿不下我 那就证明 陛下从来没有相信过 既然如此 微臣 高退 传说当摩天伦 转到最高处的时候 许下的愿望 都会实现了 相信我 我们一定不会分开 如果有一天 真的不小心分开了 相信我 一定会找到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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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找到你了 一飞 这么大神了还吃的满嘴都是用 是你 大人 咱们为何突然要离开呀 反正皇帝现在也不相信我 不如 咱们就早点回到龙泉县 至于大前的死活 跟咱们没关系 陛下驾到 陛下驾到 都退下 朕有事要跟赵峰交代 是 是 是 拜见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赵峰 昨日 是我冲动了 行了陛下 陛下没有 是微臣醉该万死 也感谢陛下 不杀朕 如果陛下没什么事情的话 就先回去吧 灰尘就先忙了 赵峰 我没有不相信你 我只是自责火气地丢失 担心大前的将士 我怕我毁得大前 赵峰 你明明说过 我们要一直在一起的 就算分开了 也会找到彼此 可现在我就在你身边 你真的要弃我而去了 亦菲 真的是你吗 你都想起来了吗 亦菲 亦菲 真的是你吗 你都想起来了吗 亦菲 我不知道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我究竟是大前的皇帝 他安明 还是你口中所说的亦菲 那你是怎么知道这些话的 在梦里 梦里 对 在梦里 我总能听见有个男子在跟我说话 而我的脑海中也一直浮现这些话 直到昨天 梦中人的轮廓逐渐清晰 比较神一终 那是你 在梦里 那就是我所让我 我把智子弄起了 我把智子的弓性 都把智子也装起来 我把智子装起来 你不enza的 我把智子组网起来 嗯 丈夫 言歸正傳 我國人氣勢洶洶 現在擁有了熱武器的加持 現在變得更加恐怖 我們從今以後該如何應對 嗨 放心吧 不過就是搶了機桿破槍而已 在此地叫嚣 他們還嫩了 好 有你這話 我就只相信你 以後我要把大前的江山 都交給你 哎 吳大人不能進哪 讓咱家通報一聲 不能進 不能進哪 陛下 大前現在正持危難之際 還在此地談情說愛 這成何體統 這幾個老徒幹什麼的 三朝元老 先帝的 三朝元老是吧 來 聊聊 我和你沒有什麼好說的 老東西 我都還沒開始說話呢 你無需多言 我就是心不過你 剛才的事情 我就當沒有發生 陛下 老臣就是想知道 應該如何處理眼下的難題 朕已經把大錢 交給趙鋒了 我倒是聽說過 你手裡有一支飛虎隊 和樹枝火槍 可這些 對於現在的倭國來說 又算得了什麼 但就憑這些 趙鋒已經化險為夷很多次了 陛下 你尚未領兵打仗 不懂得軍事 這飛虎隊固然兇猛 可倭國的刀法 本就詭異難以對付 如今又有火槍加持 遠近攻防一體 身世難缠 這飛虎隊 又該如何抵擋呢 這就不煩老您操心了 我呢 就隨便在飛虎隊抡個兵 就能滅 倭國幾個族 就算你飛虎隊 一一抵擺又如何 飛虎隊多少兵力 到時候 倭國大軍一人一口唾沫 就淹沒了你們 忍你很久了 你為什麼一直在免我家的威風 去頂別人啊你 別別別別 我大錢將士無數 我就是信不過你 如若是將大錢託付給你 還不如投降算了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你個老頭 夠你啊我告訴你 我這次不只要打 我還要主動出擊 而且我跟你講 我會讓這些孫子的師姐 全部留在大錢 你給我等著 你記住了 好 如果你能做到 老夫磕頭為罪 聽到了嗎 你給我記住啊 你屍裡爬外 你胳膊都往外快 走走走 你來我幹什麼 你什麼意思啊 屍裡爬外的東西 你給我等著 走走走 你別拉我 你給我記住了 你當真相信這兆風 信 他從未讓朕失望過 你們等著看結果吧 老夫倒是要看看 這小子如何推敵 這是二龍湖方向 西北陛下 二龍湖北岸七鳥船飛過 四萬五國士兵全部變成灰了 那叫轟炸機 就得挺 嗯 呼 喘 你 唐宵 叫皇叔 唐宵 你偷盜軍中裝備 為了權勢投敵叛國 罪不容諸 罪不容諸 阿娘 你也不看看現在什麼形勢 那皇宮裡的御林軍 都被我們給殺光了 現在皇宮那位都是本王的人 所以 你休要在本王面前呈口聲之快 也不知道我皇兄當年怎麼寫 竟讓一個女流坐上這帝王之位 此乃我大臣之痴 一個賣國通敵的叛徒 竟敢在這兒跟我談論廉恥 還真是 哦 不要必廉 動手 殺了他們 警長軍 十字聲變 下命令吧 這 我看未必要殺這女帝不可 我在想 讓我來當這大前的皇帝 也沒有可能 這大前的皇帝由我來當 是 教士 嗯 丑丰 在老子面前 要挟老子的女人 谁给你狗胆 嘿 放心了 给我开 丑丰 就算你杀了我又能怎样 德国大军已从南岸登陆 就你们这些人 哪怕你们有打不完的子弹 又能抵抗多久 嗯 放弃吧 这大秦技术已尽了 你说的 是那些正在划船过来的虾米蟹匠 是吧 我估计这会儿都已经成海底饲料了 你这不可能 你在撒谎 什么可能不可能的 一会儿你们就下去团聚了啊 行了别愣着了 拖出去处决了吧 去死墨 嗯 赵大人 去死墨 赵大人 死死 招风 你怎么样你没事吧 你不要吓我啊 招风 芸衣 芸衣呢 别哭了 以后我不在你身边了 你也要微笑面对生活 在我临死之前 你亲我一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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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是 咦 哦 我 我們一定不會分開 說過有一天真的不小心分開了 相信風哥 一定會找到你 然後 抓住你 風哥 風哥你不要走 你不要留我一個人好不好 你不要走 你剛才是不是叫我風哥 你都想起來了一杯太好了 好 穿著防彈衣呢 沒事嚇唬嚇唬 哦哦 哎 別怕 我呀 你是怎麼想 不說是吧 這麼說 這麼說 你 我真的沒有想到 這摩天輪的威力 還真領導 是啊 這都到另一個世界了 居然還能找到彼此 哎 我說的不是這個 我是說 這穿越時空了 胸都穿大了 這屁股也穿翹了 啊 你 你用什麼呢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